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文先生 副部长郭婷婷女士 总的来说 我们今年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 将会更加复杂严峻 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有关情况 并回答 一方面需求不振 世界经济仍然低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2.9% 可能你们也会看到其他的机构 我们也看到低的预测到2.4也有 另一方面环境不佳 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冲突加剧 外溢的风险显著上升 比如最近大家都关注到 红海的航运通道受阻 这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干扰 短期外资数据出现一些波动 这是符合一种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 特别是有一些大项目的落地 往往会影响当年年度 以及明年后年的一个波动线 长期看中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特别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始终敞开怀抱 真心欢迎各国企业来投资中国 我的问题有关于中国的外资 日前 我们听到企业 特别是美资企业反映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中美关系 担心中美问题被政治化 有美资企业跟我们说 现在要去风险 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 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 保持定期沟通 妥善管控分析 增加理解互信 推动务实合作 努力为两国的经贸合作 特别是企业稳定和预期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今年商务部对吸收更多外资 自贸协定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 请问在自贸区建设